因為現在他們很流行章魚 章魚角 那我的扶植子就是章魚 下面剪章魚 剪章魚角 章魚角 然後用那個 這要刺洞 然後就是用那個 要用那種黏土才行 哪種黏土 這個不行 不夠黏 這個會掉 那種的 不會融化 把這個洞 塞住 或者想辦法用什麼東西把它塞住 不要讓它漏出來 讓它有空氣住 那你就把它塞住就好 它其實就是我們的扶植子 要不要穿洞 洞要從這邊刺兩條洞 水的進出要嘛 底下這個為什麼要 第一個把它封掉 原因是因為 其實不封也可以 但是重量不夠 要配重 其實這塊黏土是配重 所以會不會變成這樣 那你的洞的大小 洞就是鐵釘 穿進去就好了嘛 只要有洞就好了嘛 四兩三個小洞 對我知道 一定要兩三個嗎 只要有洞就好了 對嘛 因為它只是水進出而已 對 快慢啊 你洞越多當然快速嘛 它就是 它還是一樣嘛 因為看重量大小 空氣大小 然後就上下浮沉 這個可以留長一點 嗯 鬚鬚可以長一點捲起來 對 就變一隻章魚了嘛 太陽環了 這個鬚鬚就只是一個 章魚的 裝飾 裝飾 啊還可以用那個圖 他把他做的那個可能 就是 弓力以前常做的 他就是直接 把它封起來而已 他就這樣封出去 還有一種做法是這樣 像我們以前做法是 就直接這樣嘛 嗯 然後用那個火烤一烤 直接封起來 對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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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一種做法 但是我覺得這個 要是 要是 可以 使用這個 要是 要是 有